目前來講的話 比較少的店家可以完整的做到 就是把世界各地各國家的咖啡豆做完整的充足 所以我們說其實像亞洲的國家 它的咖啡豆就會帶有一些像是植物香料的味道 那非洲的話會帶有一些水果跟花香 那中南美洲比較多的就是堅果層次比較多 所以我們所做的這一工 有一個叫做來什麼喝什麼 來什麼喝什麼就是我們為你設立一個套餐 今天你來你告訴我們你想要喝什麼樣的咖啡 什麼樣的口感 我們從我們的豆子裡面去選出適合你的咖啡豆來做充足 當初回來的時候就是希望說讓大家知道 咖啡的主體跟成分來說那是好的是健康的 不會因為說喝咖啡就會心悸會脫移 最主要是大家對它的成分不瞭解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可以把大家的觀念把它叮倒過來 讓他們知道說一杯好的咖啡它是生活的一個因果 會因為一杯好的咖啡讓你的生活整天變得更順利 可以看到我們店裡有兩個吧台 比較靠近櫃檯這邊是傳統的意思吧 那在我身後的這一個是沖煮吧 兩個吧台呈現的是不一樣 傳統的意思吧台就是給傳統的客人 他們可能想要喝濃縮或是喝拿鐵 我未來喝咖啡的趣事會往清敏咖啡去走 因為咖啡它是需要跟客人去做互動 它是互相交流的 你必須要跟要找到客人的需求 而不是你覺得你覺得你很厲害 你要做什麼的樣子 客人就一定會出事 這就像我們之前在做吧台一樣 跟調酒做飲料都是一樣 你今天的心情情去怎麼樣 你想要喝什麼樣的口感 那藉由你想要的味道 然後透過我們來做調製 先把你的大致上的風味抓出來 我們再把國家跟豆子設立出來給你 然後再來做沖煮 所以沖煮吧台是未來的一個趣事 我們希望說把每一個國家的咖啡文化 風味都能夠完整地呈現到客人的面前 我們希望說客人可以知道 它為什麼好喝 它為什麼難喝 好喝的原因可能是因為 它帶有比較明顯的水果的風味 像是檸檬 冠軍類的 那是說像是那一個藍莓 或是其他的那一個莓果 甚至是榛果花生焦糖都會有 在我的觀念裡面 它應該是跟那一個調酒一樣 它要單獨地拉一個項目出來來做 那像我們自己調製的一個高粱咖啡拿鐵 它就是用金門高粱 金門敘事所的鮮奶 跟我們調配的咖啡豆來做融合 我們所使用的咖啡的濃縮 是屬於比較傳統 比較偏義式 歐式的公司的配豆來做 它的咖啡的風味上 剛好可以跟酒相互相互 所以它喝起來口感就很滑順很舒服 我們把高粱酒加到金門的鮮奶裡面 加熱之後 把部分的甜品真發掉 那因為金門敘事所的鮮奶 它只有經過一次的高溫殺菌 所以它的爐子比較薄 它的奶味沒那麼重 再來做調和它的口感 層次就很明顯 所以再加入一些調酒的糖漿 像是肉桂啊 接果木來做調和 所以這一支高粱咖啡拿鐵 其實我們也研究了一年多 在兩次的那一個台灣咖啡展上面 跟著國外的朋友一起做交流 然後不斷的嘗試 才把它把這一道研發出來 洞比較大的是外面 我們的小養排 我們的棚架 因為目前來說我們開六年半 可是我們這裡是西塞 西塞的話問題很大就是說 例如說那一個西塞啊 或是像是那一個颱風啊 下大雨啊 它的那一個消化腐蝕很快 所以我們常常要做更換 這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但一般人都不知道 像特別是外面的地方 那一個南方松跟鐵架啊 要還要做維護 那上面的棚子 棚架一樣要做維護 這些對我們來說 每年都是一筆很大的支出 其實應該來說 我們店的強項就是只有在專業 專業的咖啡跟甜點上面 精緻的點心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確實就是很多不足的地方 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說相較之下 其實我們會主要是希望說 除了硬 除了那一個軟硬件的坑框之外 那也是希望說 在一些技術上是可以補足的 特別是在設計跟緊繳這一段 詞子